嗨 大家好 我是林凯阳 我们今天要谈谈 哇 台湾要大选了 这个台湾大选呢 我想了 对我们台湾的未来的前途呢 哇 应该有很大的改变哦 到底谁会当选呢 我们今天谈的是谁呢 桃园市市长 好 铁口预言呢 直批断定 他最有机会当选吗 哪一个 哇 这上面有四个人选 好 陈志忠部长还没有提名 台北市也没提名 桃园也还没提名 那现在呢 有三个人呢 是确定要参选的 那这三个人呢 当然呢 我们可以看到 来 一个一个来 好不好 那就是呢 前这个新竹 不是 新竹市市长呢 这个林志坚 来 我们来看一下林志坚 这里面他最年轻 年轻有为 选上2014年的新竹市市长 选上2018年新竹市市长 那也做了两任了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 林志坚6月20受访表示 7月将持续新竹市长 户籍将迁往桃园市 半年就可以 应该是这样子 来 那蓝营批呢 新竹城市美与韩国瑜有何差别 意思是说 韩国瑜做了几个月就去选市长 而选总统 那他跟韩国瑜有什么差别 那绿营就回复了 林执政多度呢 蝉联五星市长 在经济就业啦 医疗卫生啦 亲子等施政表现 受到民众的肯定 那民进党当然呢 是力挺他咯 这是肯定的啦 因为呢 每一个政党都希望呢 他的提名的政治人物 可以当选嘛 那陈时中 没有被提名哦 好 那我们先从这个地方先来谈一谈 如果等一下我最后还是讲讲陈时中 跟林志坚到底呢 这两个人呢 哪一个比较有机会咯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林志坚 1975年出生 属兔的 那 他的命格里面呢 基本上呢 他的 八字呢 现在走的运势呢 是走44到53岁 他今年虚一岁 48岁 48岁呢 现在走的运势呢 是走在极丑运 刚好走回他的本命 本命的财伯宫 这个财伯宫非常强哦 天府心坐在财伯宫 他的命宫呢 是坐天相 天相就是印心哦 长印的人哦 我一直在讲解哦 长印很重要 你有掌权非常强 这个印章看到没有 总统交界的时候 是不是要一个印章呢 是不是 市长交界要一个印信嘛 所以呢 做大官都有一个印信 天相就是印信 好 他本命做天相心哦 这是我们从 网路上查到的八字哦 那没有时程 那没有时程 对我这30年的功力来讲 应该也还好啦哦 火星 他带官路工带火星 其实他power很强哦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呢 他整个运势上 他今年2022年走48岁 那选举在11月26号 农历的11月3号 那农历的11月3号来看的话呢 也是在任指月哦 好 11月3号在任指月哦 好 我们今年是任寅年 那我们现在看他 现在整个行运来看的话呢 整个大运上来看的话呢 回到他本命的这个财博工 就是他命工财博官路工 那他福德工做连针七萨 带左辅右臂 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他的福德工做的蛮漂亮的 连针是主事业主 那连针呢 又是主桃花 七萨呢 能画呢 七萨就是带刀柄的 就是他的这个力道很强 又有左辅右臂 代表说他能够带柄打仗哦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优点 他人际关系相当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人际关系为什么这么好呢 最主要是他的 这个福德工加上他的 子卫财囊加路纯星 又左辅右臂 那五曲今年 这个大运还走五曲画路 所以呢 财囊又走画圈 本命的子卫画科 第一个呢 名财力官交通通有 名财力官交通通有的时候呢 代表什么呢 他根本就躺着呢 数费很多 那他又做了第二届的新竹市市长 所以呢 他征战桃园 看起来是有利可图哦 好 那我们现在今天讲 最重要他这个大运里面呢 走文曲画季 文曲画季是什么意思呢 文曲呢 是一颗呢 就是 这个 跟选举有关的 跟票有关的 那文曲记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 在兄弟宫哦 在兄弟宫 仆义宫的对宫是兄弟宫 那选举我们当然就要跟仆义宫有关系嘛 因为大家要去盖章嘛 那这个选举呢 会不会呢 在 票仓上面 会发生什么问题吗 这个 看起来 嗯 要特别注意了 那另外的话呢 他本命是太阴化季 现在走的位置呢 是走在子女宫 所以呢 应该说他的命格里面呢 阴阳甲财博走这个大运是相当漂亮的 那太阳加天魁 他的天魁星呢 坐在极二宫 最要小心的就是文曲画季 文曲画季就是说 选举当然我们知道都是要公平公正嘛 那这个选举呢 如果是采取 像以往 那个 票箱 不是 不是盖起来的 那我相信这个选举 对他来讲 应该也没有 不好 所以呢 如果是光明磊落的选 他几率是还蛮高的哦 因为呢 天姬加太阴心 太阴心当然有人加持哦 子女宫 刚好他的队工呢 是 还有他的父母工是走天良化权 我相信应该说在 整个大的大运的入存上面 这个可以增加他很多的运势 有利有权 你看哦 他今年会到是名利权一起到来哦 名气 利益跟权 权力一起掌握 那这对一个选举人来讲是非常好的哦 那以他命格上的这个整个运行上 看起来蛮漂亮 那刚才我讲到那个文曲画记 就是说选举呢 是不是 以前的票箱好像都是透明的 那现在的票箱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哦 那我觉得他就是光明磊落的选 也会有机会 哦 天 太阴化记 太阴化记什么意思 太阴化记就是说他很多的女性选票 那长得挺帅的哦 这个年轻有为的样子哦 那无曲心又化露 今年虽然流年呢 有无曲画记呢 这个月呢 选举的时候是11月也是无曲画记 那并不在他的这个扑仪工 在他百命工 在他百命工啊 因为伤害不大哦 这个记对他来讲伤害不大 他如果在 比如说财经政策啦 或者增加 增加一些 未来的建设啦 他如果能够大力的support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他有加分的效果 因为无曲技是跟钱有关嘛 那现在大家经济不是很好 如果他致力于在这个经济上面来 push的话 我觉得林志坚的运势是相当强旺的 好那我们先来谈谈 陈时中部长 有没有机会去选 应该没有了吧 现在民进党就是提名林志坚的嘛 所以呢 如果陈时中来选的话呢 他现在今年的运势 讲句真的 有巨门化权 那另外的话 他的命格里面呢 跟林志坚 刚好祖星都 都佐在对宫 很像 那很像的话呢 也代表说 以他的高知名度 陈时中的高知名度 也没有差哦 我们来看一下哦 而且他现在这个走运呢 是64到73岁 那今年的话是 虚岁是70嘛 70走雾啊 天玑季 天玑化季在他的财博宫 那流年的蒲依庸又化季 这一点呢 是稍微比林志坚稍微差一点点 但是还要再过半年嘛 11月现在6月嘛 7、8、9、10 11还有5个月嘛 农历啊 我现在是农历的5月嘛 6、7、8、9、10 11还不到半年 5个月左右嘛 因为是农历11月3号要选举嘛 国历是11月26 那现在来算的话 刚好长成5个月嘛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他太阳星呢 他现在这个走运是走64到73岁 所以走戊五五大运 那戊五大运呢 5个月以后呢 如果疫情有下降的话呢 其实对城市中的高知名度来讲的话 这两三年来的高知名度来讲 是相当不错的 不过呢 因为他年纪大了 已经70出头了 所以呢 他的贪婪化剂呢 在子女宫 有一点呢 他比较输给林志坚的是什么 因为贪婪化剂是属于那种 喜欢吃喝玩乐 那个 记嘛 贪婪性他本命呢 如果化全就很好 化剂就不是那么好 那化剂就是他 比如说 女孩子如果是贪婪化剂 通常就是暗桃荒 那男人有贪婪化剂 那种 就是比较吃喝玩乐的 那还好不是贪婪化露 贪婪化露就会出轨了 他就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就是他 舞曲破军 加上一个天机化大运记在财博宫 刚好坐在呢 侯的工位 就坐在蔡总统的工位 所以呢 桃园 他选桃园根本也没有什么机会被提名 那至于台北市呢 我们要再看看到底那些人选 因为我上次有做过一篇嘛 还没有下结论 因为桃园先先笃定嘛 好像基隆桃园这些都先笃定了嘛 但是呢 呃 台北市还没有确定人选嘛 会不会呢 选台北市市长 这个就不知道了 好 那刚才讲到陈时中的运势上来看的话 他今年只有走卓辅星 那 基本上是比林志坚的天机太阴 太阴是化季哦 太阴化季就变数会比较大 就是林志坚的变数会比较大 因为他今年的福德工文曲化季嘛 其中的变数会稍微大一点点 好 所以呢 呃 当然他从新竹空降 空降到 桃园 那基本上今年 基本上2022年 所有的桃园的市场人选 全部都空降的 包括林志坚也空降 然后呢 当然哦 还有另外两个我们等下聊一下 谈一下看看他们的命格 好我们讲到张善政 张善政的这个形象还蛮好的 那也没有输给这个林志坚嘛 这个叫林志坚 也没有输给现任的新竹市长林志坚 那张善政年纪稍微大一点 但是比陈时中年轻一点 年轻好几岁 那张善政看起来的话呢 他现在走太阳巨门入存哦 今年 哦这个本命的入存心做住会比较好哦 而且好很多 但是因为他是空降 而且知名度现在还不够 虽然他之前呢 有住过关嘛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知名度还是要再提升啦 因为桃园比较logo的地方 跟台北市这个都会区不太一样 桃园都是属于那种 就是社区社区型的 那因为我曾经住过桃园 所以我很清楚 桃园都是比较社区型的 那这种logo的这个区域选举的话呢 跟台北市大都会区选举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现在就是新北 新北高雄跟 新北 新北跟台北是比较大都会区 但新北又跟台北又不太一样 新北又跟桃园又不太一样 大家知道很清楚嘛 那高雄也是很local的地方 所以以前说 要撼动高雄不太容易嘛 结果呢 没想到呢 被韩国瑜拿下来嘛 只是韩国瑜呢 太急躁了 其实当时要选总统 我也在讲他说 不应该这么早选总统 他太急躁了 不应该这么急 做了几个月的 那个市长就马上要去选总统 我想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国民党提名的张善政 那张善政是 江户籍迁往龙潭的 我们来看一下 张善政支持度是22.8 落后林志坚28.3 差了将近5个百分点 那从民调上来看的话 张善政在年轻族群 确实需要再加油 必须从青年政策下手 我觉得经济才是青年政策的 他可能最需要的 如果台湾现在的整个疫情的关系 经济真的不太好 而且年轻人有点不确定感的因素非常强 这是张善政他空降以后 他必须要赶快从这个地方来着手 否则的话 我觉得林志坚的声望可能还比他更快 他在2016年任行政院院长 曾参选2020的副总统一职 其实整个的成绩是蛮高的 因为以做过行政院长来参选市长的话 算是有点委屈啦 但基本上来讲的话 现在国民党缺人缺人才嘛 所以也值得将就嘛 那党内的声音呢 党员表示张善政是一张好牌 但骑路比较闲 需要花比较多时间沟通 党员表示活动行程配合零零落落 原本期待张母鸡带小鸡 现在只能自求多福 我觉得张善政自己 本身呢 其实他是如果把炮真的拿出来 那可能对国民党的加分就会很多 对他自己加分会更多 那我想大家都期待 就是说政党里面还可以母鸡带小鸡 那公鸡带小鸡一样的道理 那张善政的命盘来看的话 他现在走的大运呢 是走四十 等一下 对不起 张善政的大运呢 现在是走在呢 65到74岁 这个 丙子大运 那丙子大运的话呢 看看他 他在2016年 现在是2022 2120 19181716 刚好在六年前 六年前他有担任行政院一职 那所以16171819 2022 对六年前 那六年前有担任 那2020年呢 他曾经参选过副总统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整个的运势上呢 最重要的是 当然这个命盘里面呢 八字是网路上面 他们参选的时候呢 提供放在网路上面的 我们从维基里面看到的 那连针破军呢 苛全路 基本上的话呢 今年的父母宫 他走天象 阳刃跟灵星 而且还带地空地结 这个对他来讲呢 真的有点不太利 他一定要小心 这个小心的程度呢 因为呢 今年五曲化祭在他的吉友宫 所以呢 他心态上面要做大的调整 比如说他在基层上面 这个调整非常重要 选民都是基层的多 因为市场跟基层很密切的关系 我觉得他跟基层有关系 五曲星跟财经有关系 不是只有说这个什么科技业啊什么 不是 基本上的话呢 比如说贸易科技啦 或者呢 是现在桃园有很多工厂嘛 那至于呢 他未来在桃园的发展要怎么样发展 我觉得这个是他必须要做到的 还有呢最重要的话呢 因为呢 他基本上有天窥心哦 有天窥心代表说 这个天窥心是有贵人的 那今年的话呢 只会化全有暗和入存 那他本命里面的暗和入存 其实以他命格上来看的话呢 跟灵字间的命格呢 不相上下 不相上下 只是呢 他可能更温和一点 那对他来讲并不是那么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走右臂心哦 他的天向心呢 是落在呢 他的子女宫 那天向心落子女宫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哦 在农历的11月3号 他走巨门太阴 他走天童太阴 那天童有化露 天童化露是什么意思 哦 不要忘记了 天童 天童心就跟孩子有关系 比如说孩子的教育啊 哦 还有呢 就是 呃 一些比较年轻族群的 爸爸妈妈生小孩 然后呢 给予他们的一些补助啦 或者甚至呢 有一些就是跟年轻的族群有关的 那个就业问题 还有他们将来能够在哪些产业里面呢 给予他们呢 比如说正面的一个市政的一个催化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还有呢 当然在建设上面哦 桃园现在建设算是还不错哦 桃园的人口也有在增加哦 所以呢 其实张先生 如果张先生要在桃园 大展宏图的话 并不是没有机会 只是呢 他在农历的11月3号 这个月来看的话呢 他必须要加强 老人跟年轻族群的照顾 因为天良化路就是呢 比如说很多的 比较偏乡的那些老年人啊 或者呢 是孩子的教育啦 或者有一些单亲的啦 这些我觉得他应该要 在这个地方加强 还有就是孩子的 就是年轻人的就业机会 这个如果能够提出更好的方针跟政策的话呢 对他会非常的加分哦 因为有着府化科 所以呢 有化路化群化科 那算起来是相当不错的哦 如果以他农历11月来看的话是相当好 那我们再来看哦 林志坚刚才我提过嘛 他林志坚的话呢 因为这两个人的这个态势差不多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林志坚在11月的时候呢 他有会到文曲画记 那天良有画权画科 还有陆存心 五曲画路加画记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林志坚呢 他的现任的这个新竹市市长的一个丰功哦 比较对林志坚有更大的加分哦 这一点呢 真的是张善政必须要努力的部分哦 那他今年的福德公呢 走在他的夫妻公 那天机天良文曲星 那有陀螺他就要奋力突围 他必须要奋力突围了哦 那如果他不肯 他没有办法奋力突围的话哦 我倒觉得他要一个很好的文胆 然后呢 有可以帮他带兵打仗的一些部队 如果不提早布局 剩五个也恐怕会来不及 因为这些文宣啊 各方面啊 对张善政来讲非常重要 那林志坚人家是有经验的哦 选市长非常有经验 他本来就有团队的 所以呢 张善政在这个团队上面哦 输人贴贴哦 而且呢 里里落落哦 真的 国民党哦 其实讲句真的啦 如果能够哦 像民进党这样子哦 群策群力的话 我相信呢 是会有办法突围的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赖湘林 赖湘林是在地哦 他是在地的哦 他是民众党的 那民众党的话呢 以他在地的这个身份来看的话呢 最主要是他哦 知名度还不够 2020年选上立法委员 2014到2020年是劳动局局长 那当然呢 这个官派的局局长来讲的话呢 就是政务官嘛 政务官名气要很大 非常困难嘛 哦 除非是像现在有防疫功劳的这些 防疫的这些大臣才有可能 知名度很高嘛 否则的话很难 那立法委员呢 如果在立法院 你看才2020年 现在才2022年嘛 所以呢 也不到两年的时间啊 如果到年底的话 也差不多两年 那两年他在立法院的作为呢 并没有像一些立法委员 有更大的冲撞力的时候呢 power没有拿出来 power没有拿出来 对他来讲也是杀伤力蛮大的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整个运势上 桃园在桃 他户籍地在桃园嘛 目前民调显示只有8% 这个极度低迷于其他两党 那批呛蓝绿两党搞黑箱 各自没让基层党员有机会参选 然后呢 赖湘宁表示桃园四早选举 将是平民跟权贵的战争 民主机制跟黑箱作业的战争 基层跟高大上的战争 没有错 他讲的都一点都没错 那基本上呢 他认为这样子 我们也是要支持啦 因为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嘛 那基本上 我们来看一下呢 他的命格里面呢 他今年走天机太阴化科化禄化全 大运走化全 他的大运走在丙武大运 连针化剂在他的迁移宫 这对他来讲 杀伤力是比较大一点的 因为连针他不喜欢化剂 连针如果化禄化全都好 就不要化剂 那连针化剂并不是像蔡总统他也是连针化剂啊 但连针化剂并不是做在他本命哦 你要做在他的仆义宫啊 对不对 那不一样啊 所以呢是 说得太厉害就是 把人中情也不用中情嘛 这个就是自己会中枪嘛 那就不一样嘛 那一中枪就可能落马嘛 所以呢 赖湘林要加油要加油 他把泡尔拿出来 我觉得他不会 他一定会突破8% 未来的知名度会更高 选市长有个好处啦 就是知名度水涨船高啦 那民众党在这个时候呢 也应该开始要布局了 要不然的话没有办法 你看他遇到的是两个强棒哦 所以呢 他说跟权贵选举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本命是巨门化剂 有时候太过大炮 有个优点有缺点 大炮的口才是这样子 能够冲撞的人呢 像很多人都有冲撞的力道 但冲撞力道要对 所以他在当立法员这段时间呢 是不是有比较好的政见政策 这点对他来讲呢 我觉得他在当地 以他的身份来讲 其实他可以博得在地的感情 那现在暂时落后8%嘛 总共只有8%啦 落后很多落后十几% 不过呢他天同化全化露 加上文昌化科 文昌化科是有贵人的哦 所以超低贵人对他来讲是贵人是很重要的哦 好那我们讲到这里的话呢 也希望这三位市场的候选人呢 呃就是呢在这个当下呢 能够呢善用自己的智慧善用自己的能力 造福相邻哈 造福桃园 那这边来看的话呢 林志坚还是稍微略胜了张善政 那我刚才提到张善政如果他在政策上面没有做大的作为的话 或者他没有文胆 没有帮他带兵打仗的这些哦 要拜访基层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要小心了哦 毕竟呢哦不能只靠个高知名度是没有用的 你虽然选过副总统选过当过当过这个行政院院长 但在市政的选举上面是将来需要呢哦有作为的 所以呢我希望他有更更大的作为 那其实林志坚的整个运势上来讲他是最强的 而且夹着那个新竹市市长的那个整个的这个团队 那他要打这场仗 其实对他来讲比张善政或林这个林强领要更容易 所以这两位呢如果要竞选的话呢 当然他们要加强团队的合作力道 否则麻烦了 应该现在就要赶快网罗精英了 否则会来不及啊 好谢谢大家 那我讲得很清楚了 那就是还是林志坚的八字运势比较强一点 希望大家加油咯 好我们乐观其成 那你们呢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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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